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我那个前天我梦到就是我站在那个山水画上面是什么意思啊 你站在山水画上啊 对 我告诉你啊 很有意思的 在看风景 我当时我是当时我头上是扎了两个像哪吒一样的那个那个丸子 然后我站在那个山水画上面 又有门杂出来了 记住了 很多末法时期 所以菩萨早就说了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师傅 你们这些女孩子要干净啊 真的要回天啊 你们真的再不开悟的话 真的回不了天了 嗯 好 感谢师傅 嗯 师傅 就是我之前梦到我给您放生 然后我站在一个山坡上 然后其中放了一条特别特别大的乌龟 然后我在特别亮的天空中就看到了弥勒佛 还有师傅 师傅当时你的法身好大好大 我看到的是您的上半身 然后整个天空全部被你的那个法身包围住 然后我看到的是两边 一会儿看到弥勒佛 一会儿又看到是师傅 然后师傅的法身太大了 特别光亮 然后也笑眯眯的 然后特别发喜 特别庄严 然后真的是当时那种心情就是无言表 啊 知道吗 特别发喜 我告诉你 我跟弥勒佛关系也特别好 你看不出来师傅开法会的时候 整天讲笑话 啊 弥勒佛开心嘛啦 笑天笑地 师傅们就在人间靠着 靠着弥勒佛很多的这种精神 我在人间才能这么坚持的弘法 否则这么多的无作恶事 这么多的坏人 连什么叫弟子 我对他怎么不好了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绑诽谤师傅啊 嗯 就是他们他们是不珍惜师傅 太造谣了 混蛋了 对 呃 师傅 呃 就是我一定要好好跟着你 你修 你一定要带我上天啊 师傅 带你上天 从现在开始讲话 不要太嗲 哦 因为你太嗲的话 你以后会被情所困 嗯 听得懂吗 感谢师傅 师傅 那天我看到您的法身了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第一次睁着眼睛看到你的法身 真的 这个又不是你第一个看见 你在天上 都能看见师傅这么大 你都知道了 你们要跟着师傅的 师傅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我从来不讲自己的 都是你们看见的 嗯 讲自己 那么就变成功高我慢了 讲自己又变成 啊 不好了 所以我不讲 嗯 你们讲我也没承认 听不懂啊 嗯 感恩师傅 嗯 嗯 师傅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帮一位女同修问一下 因为他为了赚出自己的邪影 他许愿终身不做男女之事 不结婚一生清修 他经常在那个似睡非睡的状态下 梦到有那个男的来骚扰 然后师傅也说过他两次 说他邪影很重 然后师傅经常说嘛 我们躺在床上就容易私欲 对 他又给菩萨发愿 他一年坐着睡觉 他就不躺着睡了 他一年都坐着睡觉 给菩萨发愿 然后就是以这种形式的苦修来断掉 自己素食邪影的根 希望能够彻底的开悟 然后师傅他想请问您的是 怎样彻底的断除他的情根 永不在负 一边用人的身体 不让自己 这个这个宝藏 这种周围环境 对他欲望的影响 这是第一 嗯 另一方面 从精神上来根除的话 就必须要念姐姐奏 嗯 要念小房子来断除 自己前世的 累世欠人家的一些情债 嗯 明白吗 第三 要许愿 坚决不看任何 跟自己只要讲到 有色情方面的 书和话 消息 包括新闻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还比他做的 睡还要好呢 你不看这些东西 你心不会动 嗯 明白了吗 还有少吃辣的 哦 少吃辣的 多吃辣的会刺激自己的器官 嗯 好 我已经告诉你 为什么什么叫五婚啦 为什么大 大蒜洋葱什么不能吃 还不知道啊 第一 嗯 会刺激自己的器官 第二 太臭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傅 我当时他许了这个院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觉得 呃 那个 坐着睡觉的 特别那个难受 他也是一直在坚持 然后我们看着也挺心疼的 什么心疼啊 法师嘛 过去嘛 就是要为了克制自己手劲 全部都是打坐睡觉的呀 他们又不是真的躺的 但是问题 但是问题 现在像你们这样的 我是 你跟他提建议 你说师傅是不同意的 嗯 但是他已经跟菩萨 他已经跟菩萨许愿了一年 坐着睡觉 没关系 坐着睡觉 半坐就好了 比方说 把枕头垫得很高 嗯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半躺半坐 这样也比躺着好 躺着就犯邪淫 嗯 嗯 他就是因为师傅那样说了 过后他就许了一个坐着的 那个坐着睡觉的一个愿 就是后面枕头垫得很高 这样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嗯 下一个问题 师傅 就是怎么解决那个知意行难的困境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知意 嗯 对 就是 知意行难 有知识 并不代表你能做到 对 对对 对 对 你今天有知识了 懂了 你一定能做到啊 人家教你烧饭 跟你讲的头头是到 师傅现在教你好吧 锅子擦干净 嗯 用火 把锅子烘干 烘干之后放点油 然后把这个油 锅子动一动 把油全部把锅面上 全部油到 然后 把洗干净的菜 抛进去 然后电饭爆炒 放盐 放味精 然后再淋上熟油 把盆子擦干净 一盆香喷喷的 非常可口的蔬菜就做成了 你去烧呀 你烧给我看看啊 嗯 你开玩笑了 这不叫知意行难啊 知道你就做得到的啊 嘴巴讲的好 很多人多得很啊 对 就是 你看看很多人 哎呀 我要发愿 我要发愿 你学学你师父吧 嗯 我发愿 我发愿 我这行啊 这一千万人怎么来的 靠我嘴巴讲出来的 嗯 师父脚都肿了 坐飞机 你看见吗 鞋子都穿不上 嗯 师父太行 怎么行呢 怎么行呢 下来时差 整天眼睛闭着 怎么行呢 不要命的救人啊 知道了 知道要红法 有几个人能 能学师父这样的 哎呦 这个 哎呦 那个 不得了 感恩师父 吃苦了 一个人能吃苦了 师父太慈悲了 乖一点啦 你们这些孩子 真的 嗯 好 师父 嗯 师父 我就是 想说 那个 就是我们 师父经常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学府一定要静得下来 只有达到了寂静涅盘的话 才能生起波落智慧 我们在生活中的话 有寂静的一面 也有清静的一面 他这里的静是不是 不是让我们只追求安静的生活 而是懂得怎样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持如如不动的心 他其实最主要强调强调的就是我们这颗心 把它安住 是吗 师父 嗯 喂 是的 啊 呃 师父你教教我们怎样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能够把心收放自如呢 收放自如 嗯 佛藏在心中 什么事情以佛 为主 为准 对不对啊 做一件事情 什么样收放自如啊 菩萨会做吗 会做 去做 菩萨会做这种事情吗 不会做的 不做 收放自如了吧 嗯 比方说人家今天跟你说 哎 这个东西很好 很便宜 我们去买吧 想想菩萨会吧 菩萨不会去探人家便宜 菩萨会念经 我不去了 我在家里念经 你不是收放自如了吗 嗯 对 人家说 哎呦 这个人很苦 去帮帮他吗 想一下 菩萨会去帮吗 会 去 哎呀 头痛了怎么办 万一自己把你背了怎么办 菩萨会怕吗 不怕 那去 好了 就这样啊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 就很容易静下来 好好修 但是要在社会当中 面对 那个不同境界 不同的人 还能够保持那种 如如不动的心 我觉得好难 根基 嗯 第二修行根基 嗯 明白了吗 修行有根基的 造房子 嗯 三年打庄 两年造房 要造个摩天大楼 三年 是打庄 往地下 打结实了之后 才能造房子 两年就搞定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然后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个因果和业果是一样的吗 因果 那是轮回 嗯 那是一个定律 因为你种了因了 一定会 你种下去东西一定会长出来 业果是什么 业果只是果 明白了吗 因为你种了因了 你最后长出来的 有业果 什么果啊 就是因果的果 业果 就是讲 你造了业了 不管你是善业恶业 到了最后的果出来了 就叫业果 听得懂了吗 哦 听得懂了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 我在我最后的时候 我给您分享一下 分享一个同修 然后这个 这位同修 他之前是曾经做过那个肝移植手术 他被病魔折磨了15年 他真的吃了太多的苦 他13年闻得心灵法门后 便被观世音菩萨救了多次 曾经是分享过的 就是近几个月 这位同修 他的病情反复 然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的是 让他再次患肝 随后他就找师傅看了图腾 然后师傅说 他身上有一个天灵 让他念108张小房子 不要手术 让他吃中药调理 然后之后呢 他去南京找了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老中医 然后看了 一直在吃中药 然后吃中药后 他身体有很多反应 今年也是他那个 53岁的关节 就是前几天晚上 他因为那个神志不清 大小便失常 被连夜送去了医院 凌晨的时候呢 医生就让病人家属 签了那个病危的通知书 要做手术 风险很大 那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随时可能大出血走人 然后当即的话 我们那个当地的共修组 就让师兄们一起 不停的助念大悲 走不停的助念心经 助念那个小房 那个烧小房子 然后 这位同修 他就特别痛苦 在那个医院里面 他的手脚都被捆在病床上 一直昏厥 然后身体被扎的地方 基本上都被扎的 又轻又肿 特别可怜 然后 他就一直求菩萨 我们大家也一直在 帮着求菩萨 然后在他住院的第七天 然后是观世音菩萨的 晨道日的头一天晚上 这位师兄和他的妻子 就守着零点上心香 不一会儿 他就看到天上热闹不已了 各位菩萨都在为 观世音菩萨庆贺 接着观世音菩萨就来了 他踏着祥云 缓缓地从医院的房顶下来 这位师兄就看到 菩萨双手合十 忍不住 他就热泪盈眶 他说 菩萨妈妈救救弟子 他说 他被病魔折磨了15年 医院这个人间地狱 他真的不想呆了 他求菩萨妈妈 他问菩萨妈妈 您听到了吗 他就是很 很伤心地求菩萨 然后真的菩萨听到了 孩子喊母亲 母亲怎会听不到 第二 然后他就 那个 他就对菩萨妈妈这样说 然后菩萨妈妈就跟他说 他说 菩儿 这一次的重要条理没有问题 只有经历这一次的铺血 你的业障才能够爆掉啊 然后第二天早上 护士就来测那个血糖 一直以来持续高大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的血糖 突然就降到五点五了 然后刚进医院的时候呢 医生说 就算没有肝性的脑病 胸腔的积水 静脉曲张等等 光这一个血糖指标 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所以说 他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 他那个 当天的晚上呢 观世音菩萨 晨到日的那天晚上呢 他又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他因为他一直在 也在咳嗽 一直感觉胸口有很多 压着那个大石头 一直在咳嗽 又梦到观世音菩萨来了 观世音菩萨就拿着管子 抽那个胸腔的积水 并用那个积水 为他煮面条 他就觉得菩萨给他严寿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然后 他就 渐渐的醒来 他因为他之前有看得到 观世音菩萨 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妈妈 在天上 一位一位的送走前来 为他祝贺的各位菩萨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他不论是坐着和躺着 基本上就不咳嗽了 期间 他也梦到了师父 和观世音菩萨 一直去加持他 加持他 现在他已经出院了 他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你看看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他他过生日 他不管做什么生日 人家祝贺他 你看观世音菩萨 还是到处是寻生问救苦啊 闻生救苦啊 对对对 太慈悲了观世音菩萨 现在知道 全天上连伯多都说啊 这个慈悲啊 属罪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了 明白吗 我觉得菩萨妈妈太慈悲了 我们真的都好感动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太感动了 我看到当时 我看到这个黄师兄 他告诉我们 我们当时都掉眼泪 然后我觉得菩萨妈妈 真的太慈悲了 真的菩萨妈妈 昨天晚上 一个小朋友碰到师父呢 外来的同学碰到师父 还告诉一个小孩子呢 人家医生说没救了 要出大事没救了 后来他准备到北京去 进那个ICU 里面去急诊室了 进了那里边 结果他妈妈 也不知道爸爸 我没听清楚 拼命地求啊求啊求啊 许愿啊 我一定要放声啊 许愿呢 好了 他妈妈在观音堂求的 在我们这里观音堂 求了没几个小时 那那里医院里呢 告诉他呢 是当地的医院 把他输液输过头了 没事情 现在都好了 结束了 好了 你想想看 这不是菩萨救的 开玩笑 真的 我真的太感恩大自大别的观世音菩萨了 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相信 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一定能够救我们 真的是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你看看看 全世界多少人呢 你看师父老跟着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要是觉得这个人业障太重 我就求观世音菩萨去帮他治 对不对 师父这个人很诗相的 因为有时候我看着救不了 我就请观世音菩萨帮他去救 明白了吗 感恩慈悲的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了 师父 有一个同学 还有些问题想要问您 稍等师父 来师父 来 来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弟子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我弟弟的事 先感恩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管道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也感恩慈悲的师父 也感恩小鱼师兄的帮助 昨天下午 我接到了我爸爸的电话 就在电话里头告诉我 我弟弟的心梗 住在了住进医院的ICU急救 他今年39岁 是关节 然后呢 他有两条血管 一条完全堵塞 有另外一条是90%堵塞 当时刚听到的时候 我挺着急的 因为从学心理法门到现在 还没有碰到 就是这么着急的事情 我手里呢 也没有自存的小房子 后来 到观音堂以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跪着求菩萨 后来同学们就看到我挺着急的 也看到我哭了 然后呢 这半个小时之内啊 他们就给我 结缘了70多张小房子 都是他们自己念的 自存小房子 真的特别让我感动 我觉得好像 心理法门就是一个大家庭 每一个人都在无私的 就是帮助别人 也是因为有了观世音菩萨 有了师父 让我们真的大家 就是在一起 就像亲人一样 所以特别特别感恩 观世音菩萨 也感恩师父 然后后来呢 小于师兄呢 也是告诉我 特别慈悲地告诉我 应该怎么样 先跟菩萨许愿 后来师父 其实挺累的 因为这次 十周年的台庆 师父真的是 没日没夜地 在统筹 在操劳 还要接待宾客 然后呢 师父特别累的 回来以后 还帮我弟弟看了图腾 特别特别的感恩 然后 我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说了 因为挺紧张的 现在我弟弟呢 就是已经脱离危险了 他现在就是 没有生命危险 师父讲说 他是因为之前放佛 所以 也跟所有的同修讲吧 真的 意面上 嘴里面 真的不能有 这种抱佛的想法 你要 你这次做功德 所以才会有的 师父才给你看呢 我知道 我当时第一句话 就跟小于讲的 我知道弟弟没事的 死不了的 感恩师父 自己要做做功德 默默无文的做功德 现在知道了吧 该用的时候就用上了吧 明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 然后这一次 同修结缘的小房子呢 我就拍给我弟弟的老婆看 他以前完全不相信的 然后这次我跟他讲 我说的 你看 有这么多的佛友 就是这么快的时间内啊 就是结缘了小房子 给他 能够救他的 救他的命啊 然后他也从过去的 完全不信呢 说统一呢 吃素 然后我也希望就这一次 通过这次机缘呢 菩萨妈妈可以点话他吧 点话我弟弟 还有他的老婆 能够让他们 信佛念经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好 学佛了 我告诉你 没有缘分的人是世界上 没有佛缘的人是全世界最苦的人 听不懂啊 是 是是是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哪一天 死掉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了 听得懂吧 听得懂 听得懂 好了好了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再见 那人为什么要碰到事情才这样啊 我早点不能觉悟啊 早点不能开悟啊 碰到事情了 求啊求啊 所以要靠平时 功德要靠平时累积的 看我们的佛友真不错了 真的 每人给他一张啊 七十多张了 对不对啊 他在这里帮忙跟人家做交通 很辛苦 你看这功德就用上了吧 否则 这么短时间怎么有这么多小房子啊 小命就这么救下来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啊 在节当中就过不去 就走了 这要告诉你们了 真的 脑子里不能绑佛的 真的 修修不修 还嘴巴里还心里还响 一定出事 电话都憋着了 跑不进来了都 要命 我也不浪费时间 我 我说我的白话佛法 一个人要懂道理 就要多听道理 一个人想明白 就要多跟明白的人在一起 一个人想开悟 就要经常接触菩萨的佛言佛语 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开悟 师父跟你们讲了 在世界上 当你知道一切之后 你其实就知道 自己在知道痛苦的一个缘分 讲完了 小姑娘讲吧 啊 我台长您好 你好 我那个就是周三的晚上 做了一个梦 然后就是想分享一下 然后还请台长 就是看一下 对不对理解的 就周三的晚上 我就是睡觉之前嘛 看那个第三册 白话佛法的时候 第二十二篇里面提到 你只要对什么名利 孩子等 还有眷恋留恋的话 你就无法自在 无法超脱 然后我当时就挺疑惑的 就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家人孩子都放下 都出家了吗 然后自己来到人间的责任 怎么办呢 然后结果晚上 我就做了一个 就是很神奇的梦 然后梦里就是 就是我和一位同修嘛 然后一起去 那个参加学校的考试 但是后来就迟到了 我们就很着急 然后这是一位 那个工作人员 就告诉我们 说你们去那个办公室吧 找一位老师 帮我们讲那个 就那个错过的题目嘛 然后结果那位老师 就跟我们讲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们就从办公室 出来以后 就发现 离考试结束 还有一个小时 我就说 哎呀这不完了吗 还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肯定 就考不过了 然后这时候 那位同修就对我说 没事没事 我又不是已经拿到 就是老师讲解的答案了吗 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跟他说 那我们全部照抄上去 就一定会过的 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然后最后结果 就是我手中 就是说完这句话以后 握着这份那个 从办公室拿出来那种纸啊 就变成一本很厚的书 然后就考试地点 就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需要爬好多楼梯 就在爬楼的过程当中 那个同修他就不见了 然后就变成了一位对我初中很熟悉的玩很好的一个那个同学 这时候一个声音就说 我这边是就我身边这位同学是菩萨 然后他带着我和我手中的这本书 就一起到达那个顶楼考试的地方 然后我一定会通过考试的 就这本书是最直接的方法 就考试的全部内容都在里面 就不用让我担心 然后就梦醒以后嘛 我就起来上那个早教 然后就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 那个意念就闪现出来了 然后就闪现出来我就是梦里的这个老师讲解试卷 就相当于现实当中 就是台长给我们讲法 然后梦中的这本书就相当于现实当中的那个白化佛法 然后台长教给我们的就是最直接到达菩萨境界的那个真经 然后开头我就就开头我提到那句白化佛法里面那句话嘛 就有疑问的就是说 意思其实不是我理解的那样 是因为我理解的是用凡尘的词为去想的 实际上是我们真正放下的情缘 并不是说不管不顾 而是说把人间那种就是虚幻不实的前世 就是未断的那种成员转换成那种 就更更成就不变那种天上的佛缘 然后佛陀传里面 就是佛陀为了救度众生 为众生寻得那个解脱方法的时候 就舍小伟大 也是作为他当时踏上这条 就为众生寻得解脱之路的第一步 然后就想请那个台长开示一下 你刚刚明白了一半 我问你佛陀是不是太子啊 对对是的 他有没有妻子了 有 他有孩子吗 有 好了为什么要舍弃啊 佛陀没智慧啊 就是为了救助那个大 就是舍小家 众生 就是为大家舍小家 为大家舍小家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要小家 哪来的大家 对对对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嗯 有一个洪水来了 边上有两个村庄 嗯 一个村庄所有的老百姓 在进进村口 设了一个很高的地坝 大家家里都不管 全部把这个村口的地坝做好了 还有的隔壁那个村庄 每个人把自己家里的门 全部用石头封住 把自己家门口 全部用石头垒住 结果洪水来了 把小家全部冲垮了 把大家 大家的时候被 霸地坝堵在外面 所以 有了 地坝 全部小家保住了 嗯 现在懂不懂 师父讲的这意思啊 对对对 感受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这个 我们是人啊 我们怎么可以没家 境界啊 不一样啊 对对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 还有年轻人为什么不要玩呢 玩什么是年轻人的天性 自由自在的快乐玩 不是很好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不玩呢 为什么有些人要读到博士呢 嗯 一个女博士 人家为了这个目的 人家有人家的境界 人家可以舍弃 人家的吃喝玩乐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 人家追求啊 对对对 那个太阳还有一个梦 就我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就是有一片村庄嘛 然后很多那种 会法术的那种 就画画成各种形状的那种个体 然后就有人带着我 就驾着一个马车 然后去和他们过招 然后回来的路上 然后就那个驾马车的人 就跟我说 要培养我成那个降服 这些妖魔之士的那个人 然后就梦中 我就像一个小孩子 然后就回到一个 就是跟那种大城堡一样 然后我这时候 我头顶上 就是右侧斜上方 有一个很高的地方 就是咱们那个 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就一束光照到我的身上 然后光束的那个出发点处 还有一个就立体的那种 柠檬黄色的五角星吧 然后 然后左侧 我的左上方 就有一个那种雪白雪白 那种小小松狮 然后就收我一下 转一个圈圈画跑了 然后再后来 就是我的梦里 就出现了 就师父坐在那个中间 然后围了很多 周边围了好多好多人 就感觉好多好多人那种 然后就师父就一直 在用手探 然后擦脖子后面的汗 就在给我们讲法嘛 然后这时候 就我和几个人 就在师父正前面 就听着听着 然后就偷偷的绕到 就是后面 就是师父背后的斜客方 一个比较高的那种台阶上 然后继续听师父讲法 这时候梦里就感觉 就是师父很辛苦 然后我就告诉那边人说 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师父就真挺厉害的 就即使背对着我们 他也能看到我们在干什么 然后就师父什么都知道 我们要听话 然后请师父慈悲解谋 三开不懂啊 你要知道什么级别啊 就什么 修到什么程度 当然了 他心通了 宿命通了 对不对啊 对 后面了 你要知道啊 你在菩萨 你在菩萨背后做坏事 菩萨不知道的 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我知道 就是要规规矩矩的 然后听话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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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最后一个梦 然后就是那个 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个成道日的时候嘛 然后就听那个台长讲完 那个金刚经以后 我就做一个梦 就梦到就是那个在一展那个东竹下面 我就听一位老和尚给我讲起金刚经 然后就梦中我也看不到我的正脸 然后但是就只能看到我的身上轮廓 就一个大铁轮廓 但很清楚的知道是我 然后就披肩的那种长发 还有点脏乱 这个梦有什么 上辈子啊 看到自己上辈子 上辈子是个居士学佛的 哦 那这辈子有缘分出家吗 你想出家啊 现在就排队排了大概要上百个人了 等到我们等到我们很多道场做好了 你可以先登记 哦 行 好 就我在问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我那个就睡眠质量 就我觉得我自己睡的还挺好 就是然后就挺香的那种 然后就对世界环境也没什么很大要求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 我朋友身边有朋友睡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我有时候说梦话呀 唱歌笑什么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是身上有东西还说 不是不是 就是在梦中 梦中进入梦中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进入梦中 就是完全的绳势离开了阳间 听不懂啊 那这些不是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 如果在梦中哭了就不好了 笑了就好了 我一般都是笑什么 唱歌什么 好了慢慢去笑吧 好了再见了 感恩台长 感恩台长 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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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好 你好 你好 跟你 给你 请安 谢谢 谢谢 是这样的 前两个礼拜 我有跟观音妈妈 求 让我儿子给我们报个平安 能 昨天和前天 晚上 我有两个梦 我想师父帮我解释一下 第一个 第一天是前天 早上五点左右 我儿子是在大学 比赛一个 不知道什么 梦里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么大学给他 他要比赛双数 大学给他其他的比赛 他就很不高兴 就走出来 我就跟他在后面 那么 过了一下子 不久 我又看着他 爬上一个墙 很高的墙 我在下面 看着他 很担心 他跌下来 那么我就醒来了 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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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教你儿子当心点了 学习上有问题了 什么 学习上有问题 我整四个礼拜 他还没有包个平安给我 我很当心 他不知道什么 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们 他在哪里去了 他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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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得不好 听不懂啊 听什么啊 读得不好 哦 那么 他也没有打个电话 整四个礼拜 没有一个因素 没有来往 没有一个电话 那就是你培养的 你培养的这种不孝知识 这种孩子你说 不是你培养的啊 从小第一个就是你 你就是老师教身惯养 弄成这样 哦 那么 昨天 昨天我又 又一个梦 我驾一辆车 前面有个挡住 就 就 警察我 原来 是我的儿子 还没有打那个 预防针 预防针 我就醒了 讲都不要讲了 你儿子一定有事情 非常不好 想办法 想办法找人去 看看他 好了 我没有他的地址哦 那好了 求菩萨保佑 就这么简单了 哦 我已经求了三个礼拜了 再求 你有什么办法 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 孝子 这就叫孝子 哦 还有 在同一天 我又 梦到一个 我一个女朋友 七十多岁 他上身没有穿衣服 那么 他跟我讲 这边痛那边痛 那个痛可以 脚啊 又转上这一手啊 什么这样啊 是什么意思啊 死了没有 死了没有这个人 死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啊 身上灵性 哦哦 那么 问你要金啊 哦哦 那么要我去度 这个人 是不是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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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你个魂啊 这个 叫你好好地给他捏那小房子们就好了 哦 好好好 就看看你这个样子和度人呐 度度自己吧先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么 那么 那么我就想知道我儿子真的有事情了 不会有大事情小事情 嗯 呃 他的药菌者啊 他的那个呃 房子的药菌者我完全能完了 我也答应呃 寄许念 寄许念 寄许念啊 嗯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一波 二十一张一波 还有 你只能现在 现在只能保保他的平安了 其他没办法了 哦 没有办法 好了 呃 怎样跟呃 菩萨 观念菩萨求啊 观念菩萨保育我儿子呀 平安吉祥呀 好好读书呀 嗯 我有啊 我也每次 每次去观念菩萨我的母群 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 感恩师父啊 再见再见 哦 感恩保重 师父保重 哎 人生啊 就是一个苦字啊 人生啊 就是一个烦字 人生啊 就是一个恨字 真的 贪的 恨的 天天烦恼 不开心啊 这就是人生啊 一天为了三顿饭 一个床 每天烦恼 每天烦恼 就是每天在有漏 每个小时烦恼 就是每个小时在漏 每一分钟烦恼 你就 漏尽 鸡王 漏完了 人就死了 所以叫烦死了 所以我们不能有漏 功德不能有漏 做人不能有漏 意识不能有漏 所以你要是自己无名 你就会有漏 我们要记住 帮助别人是福气 不但自己修成 还要帮助别人 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和菩萨 要交相感应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人都要靠着菩萨 哦 啊 卢大讲 啊 卢大讲 先生 光阴菩萨 先生 卢大讲 你看我 一九五六十号啊 今天不看图城的 哦 不看图城的哈 你哪里找来的 因为我是越南华小 我住在墨尔本 哦 越南华小在 住在墨尔本是吧 对对 我有认识 我有认识 见卢大讲 在那一层那边 哦 我才讲 感谢卢大讲 有你啊 救了很多 对啊 你念经 你现在 你现在念经不念经啊 就念经 念经 念经 念经是吧 我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哦 这是呢 在克里登的 师兄师姐那边 他们非常好 对啊 说明 我们的佛友 都是非常好的 明白 所以如他讲 就请他 帮我讲 几句 给我修 你现在 比方说 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 台长可以帮你 帮你解释 不一定看图城 但是我可以教你 怎么做 哦 我一直 我一直很多 很多年也是修佛的 可是 我不知道 怎么样 做 对 我好像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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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了如台长 好像是 好像给我 开 开悟了 很多 开悟了 记住 开悟了很多 我问你 没有观音菩萨 我就好像是 心里就没有主见了 哦 因为家庭 对啊 经来 这一年来 发生了很多事 对啊 你要知道一个人平安 到了后来不平安 再平安 实际上人就在轮回当中 对不对啊 对对 你不求菩萨 怎么保佑自己啊 像你这个人 过去 只知道忙自己 不知道帮助别人 天天为了家 为了老公 为了孩子 最后结果呢 也不是太理想吧 对不对 对 啊 为什么 还不知道啊 这就是因为 你的发心不够 对对对 啊 要多帮助别人 有有有帮助 以前是帮助家庭 为家庭很困难啊 帮助家庭 身体也不大 那你说 家庭爆炸 好像孩子不听话 好像丈夫 有点 哎 我都 忘语啊 对啊 吹牛 老公 卢台长 教我怎么样 啊 夕理我的家庭啊 赶快修理吧 怎么修理啊 你赶快念心经 给你老公 我老公也认经的 他念草棚子了 我也念草棚子 我自己 我自己 因为我问不到卢台长啊 我就问 我就自己 学院两百张啊 很好啊 你就继续给 给你老公 念心经 教关心福 他保佑他 开智慧 哦 因为我之前 要放假 就是因为两年 我帮我 呃 老公 呃 他的大妈 做一个墓碑 给他 给他 大妈 不知道 有会不会 有犯什么罪吗 他爸爸妈妈 还活着是吧 呃 呃 呃 自己的妈妈 新生的妈妈 已经去世了 可是他的大妈 去中国来越南 那时候已经 呃 十几岁到越南 呃 他的大妈 已经怀孕 孩子在肚子里面 呃 没有亲属 呃 他自己就好像 接受不了 我家庭的 怎么样 以前好久了 他就自杀了 自杀了 自杀 好久的大妈 就是我父亲的 呃 我亲 我亲生的大妈 哦 你们做梦 做到他们了 后来我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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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已经过来这边了 呃 就 我先生的母亲 已经过世了 他的母亲 父亲还在 可是呃 我 我 看呃 我先生家庭 有一点爆炸 我就帮我先生 我跟我先生就在越南 那边 大妈 呃 那个 那个坛 呃 呃 做一个墓碑 给有明具 有一个明具 呃 给谁的啦 给大妈 我 呃 是我公公的呃 全的老婆 那知道 那你念 还不如念那小房子给他呢 呃 不知道他的明具 只是叫呃 呃 没关系的 就是说 他当时是你爸爸的 好朋友 是不是啦 不不 是我先生的 大妈 你就写你先生名字的大妈 就可以了吗 哦 哦 哦 那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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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那个墓碑 会不会被判罪什么吗 不会打什么吗 应该不会 但是他现在没进去的话 就会有阴气很重 哦 哦 所以继续念吧 念完了应该就没事了 这不是个大事情 好吧 哦 我觉得听去这边还只不听话 我先生也去讲话 乱讲哦 好好念经吧 你们家自己的业障 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努力 要多做功德 哦 因为你过去学佛学的 学的这个 学的这个法门 并不适合你 对对 我挺早啊 我很挺早好久了 我早就跟你讲了 我看得到的 你知道吗 这是卢先生 非常非常 哦卢先生 我梦见你两次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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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见你 脸对脸 你好像梦 梦见你个人生 说那个 大 好像 啊 啊 怎样说 大乐啊 怎么这样说 我快知道 大乐逃杀 哎 像上品穿的 在网络 我每天看这些网络 你穿那 那这一服啊 可是 路德讲说 我的业障 自己修 你自己业障 自己背 你自己好好念经 自己得 你好好帮你老公念 帮你儿子念 自己好好念经 话少 多念念经 以后家里会进步的 听不懂啊 哦 谢谢 哦 郭美副长 谢谢 谢谢 路德讲 有了 路德讲 时间有救了 时间有活病 谢谢 路德讲 谢谢你啊 我给不到 好了 快想感谢 路德讲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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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路德讲 越南华强 很多人修了一辈子 不知道修了什么 喂 师傅 你好 欢迎来 师傅 给师傅请来 师傅 麻烦先帮我 解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 我梦到同修 是同修 是师傅正好节目 做完节 主要好像是在三楼 三楼有个小的 那个长风行的 那个桌子嘛 就师傅就出来 以后就开始吃饭了 就有个小饭盒 坐在那个桌上 就师傅 左右两边 好像也是做的同修 那个正对面 有三位同修 其中两位同修 是我认识的 随后师傅 就边吃饭 边做开示嘛 随后坐在 师傅正对面的 一个同修 就是我认识的 一个同修 他就和师傅 互动了几句 就在他那个互动 几句这个同修的右边 也是我认识的 一个同修 他就 那个 好像是 就是那个 事与这个互动 那个同修 就是不要说话 就是只要听师傅 那个开始就好了 那个请师傅 那个解下这个梦 这很简单 能够听师傅 开始在梦中的话 那是有福之人的 也就是说 他心的心 还没做到 卢卢不动啊 太杂念太多啊 要叫他好好 静下心来 好了 就是 是不是也 有没有就说 按时说 这个 和师傅 互动的这个同修 是不是平时 要守下这口业啊 一定要的 好的 感谢师傅 开始 第二个梦 是那个 我前几天做的嘛 就是主要的梦境 就是说 一群人 应该是同修吧 一群人已经差不多 已经到山顶了嘛 这个山很高很高 下面已经是穿 穿出云层的那种 山顶了 但是这个 有部分同修 这个山顶呢 就是已经到山顶了 之后有一个小下坡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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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的那种小下坡 是下去以后 又拐 就是有 另一条道了已经 有几个同修 已经又拐过去了 就是我已经 上到顶了 就准备下去了 但是我感觉 我感觉下去比较 那个 有风险嘛 因为我已经看到 下去右拐的那个地方 那个栏杆很单薄 我一不小心 就是摔下去 所以我也看到 那个云层里面 因为很高嘛 就是感觉有点畏惧 所以我也看到 云层里面 有一些黑色 不是乌云的那种灰色 是黑色 感觉好像是 师傅以前说的 那种黑气之类的 所以排在我后面的 是有个人 一直在催促我 在叫我快点去 那个翻过这个小 小坡度 右拐过去嘛 就是请师傅 开始下 是什么意思 这个 越过障碍 越过困难 有没有这个提示 我虽然在高处 就是是不是那个境界 还欠火化 应该有 应该有 好的 感谢 等一下 接下来我问 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之前有开始过 亡人的东西是不能用的 之后有同学问 如果是之前有送给亡人的 那个比如说礼物之类的 但是亡人一直是没有动 也没有使用 这种东西应该也 是不是也不能使用 这种 最好不要用 好的 感谢师傅 自卑开始 上一个问题就是 有这种说法吗 就是如果我们今世有修的人 但是他的性格可能是比较喜欢宅在家中的 他这种类型的人 是不是前世有修啊 算 因为他感觉是喜欢宅在家中 就像以前就是出家在妙中一样的感觉 有这种说法吗 师傅 对不起 我似乎很累的吧 今天 到现在才开始累 前面 前面撑着了 到你这儿撑不住了 那我就最后这个问题吧 今天就有问题 就是 他说 今世就是比说 修行的人 但是他又性格中 一天到时候喜欢待在家中 宅在家中 就是我们所说的宅男宅女 他说 他说 有这种现象的人 是不是前世有修啊 就是类似于以前都是 出过家在妙中 宅在妙中的 所以说 导致基斯是 喜欢宅在家中 不喜欢出去啊 或者怎样 我是不是真的很累啊 今天 嗯 睡着了 那今天我不问了吧 我就再最后说几句吧 你讲吧 你讲吧 我记不住了 刚睡着 天天晚上四点钟睡觉 联系已经一个多礼拜 人撑不住了 因为太多事情 我越来越 嗯 前阵子那个台庆忙着 对啊 就是来的人多啊 多了之后 每个人都照顾到了 还有嘉宾啊 还有很多佛友啊 嗯 师父 师父不容易啊 知道 嗯 那个 我最后说几句吧 就是 简单说几句 就是之前也 同修也分享过 师父帮我们求了之后 很多 那个菩萨不是 从另一个方面 给我们做补偿吗 还有前几天 前几天那个 电台里也听到 那个 师父为我们 那个众佛友 去 下午在简单的时候 都是 做了很多业 也为我们求了很多 呃 反正师父为我们 付出了很多 呃 最近之前 刚才也说到了 也 为我们 那个忙到现在 那个四点多才睡的 呃 所以呢 我想那个 呼吁一下大家吧 就是众佛友 弟子 可能 呃 大家平时也在默默的 已经为师父在做了 呃 所以说我弟子 再次恳请 呃 中佛友弟子 那个呃 平时 想象也好 那个年金也好 放生也好 尤其在那个 法会期间 那个多为师父求一求 呃 为那个 呃 观世音菩萨那么好的 那个法门 多求一求 呃 毕竟我们 呃 一生当中除了在 不管是意境还是顺境 除了是靠佛友 我们只能靠观世音菩萨 还有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呃 还有我们这位 那个可怜的师父 呃 其他没什么了 最后最后提前祝师父 那个 下个月呢 生日快乐 谢谢你 撒起 撒起安康 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讲啊 我刚刚 瞇了一分钟 所以现在净身好了 哈哈哈哈 现在净身好起来了 嗯 谢谢 谢谢 你还有你刚刚那个问题重要不重要啊 嗯 呃 也不重要了 就是呃 那那我就顺那边问掉吧 嗯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呃 出 呃 呃 金氏 金氏有修的人 就是修行修行 所以他的那个性格就是喜欢宅在家中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宅男宅女 嗯 所以那他他他都想问是不是说他前世 也有类似于出家的经历 所以敢导致金氏 也不太不太喜欢出去玩啊 有啊 有啊 这个 上辈子很多的性格留到这辈子 很多的都是过去的烙印 你比方说师傅最喜欢穿宽松的衣服 因为我做了多少式的法师啊 所以我穿紧的衣服 任何紧的衣服我都不舒服的 反正袜子穿紧我都不舒服的 明白了吗 啊 像像他这种喜欢在家里的 除了不是忧郁症自闭症 都是属于跟上辈子 都是属于比较有修行的人 好了 嗯 啊 好的好的 那那我那我再问几个 那个 呃 哦 师傅的师傅的入音加持率不是很大吗 一直在我们平时那个很多同修 都都有反馈 听了加持 入音后有加持啊 那我们平时有时候 比如说上班路像之类的 不是有时候没事也是站在哪里 在听师傅的那个节目录音嘛 啊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潜移默化的 是去 那个加持到周边的一些人呢 就是比如公交车上啊 地铁车厢上会不会 也会 他们没听到 因为他们是人呢 他必须听到 才会有加持 他听不到 哦 但是他如果你的表情很和详 详和 影响他们的气场 这是可能的 但是加持 没有 应该没有 啊 那那这个 那个录音的那个能量 这个message会 给他一点那个 那个信息吗 就是可能他之后 比如说 呃 突然有佛人 你敢讲 也是这个 他如果学佛的人 有这种可能 没不学佛的人 接受到 没可能的 哦 很难接受到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师傅 呃 那个梦到 梦里一直梦到打篮球啊 有时候几个梦是 一直 感觉这个篮球很重 投不了 框 所以有 有时候那个梦到是 那个篮球 是一直可以进框 这是说明什么 说明有时候到位了 有时候没到位 念经也是这样 打球也是这样 好了 哦 好的 嗯 好的 感谢师傅 今天 多问了 再见 再见 感谢 今天祝师傅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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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那个 红 红 红把生日 嗯 身体保重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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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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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长啊 哎呀 你又打进来了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啦 哎 我会打进来了 太长 你讲啊 你来的都发生给我打进来 打进来 你打得好啊 还是台长就发生 哎 太长 听得清楚吗 今天 我听得听得清楚啊 很清楚啊 清楚啊 哎 太长 帮我打印象 批准 批准啊 嗯 哎 批准了 哈哈 这种人啊 一号啊 一号 哈哈 一号 哎 台长 我要不叫那 四十九遍 四十 那一个 一号 没成 你先念一个月吧 哦 哦 明白了 哎 台长 好像 我是公司会 啊 同学 啊 吴 会 啊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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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亂講啊 嗯 你要是在火葬場工作 我去幫你到處講好了 我 不懂耶穌有業障嗎 當然啦 亂講話就有業障 誰叫你亂講啊 我 我耶穌有什麼 他 人家 你那上升比較多一點 哈哈哈哈 所以我答的 你答一定啥拍子的 哈哈 哈哈 欸 欸 才大王 大王中姐 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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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夢中 沒關係 能量水呀 能量水呀 你還留一點嘛 就 就好呀 能量水 在喝完嘛 就是空瓶一個呀 好了 嗯 好了 既然還在 有請 風大傘 別人打電話 沒有看 沒有看過 台傘的發生啊 還是台傘程序啊 啊 台傘的發生 沒有程序 是啊 這發生人家都看得見 你也看得見 嗯 我照顧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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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種 我聽人家講 像你這種修造 這麼好的人 聽到聲音 比看到還好呢 去他的醫院 呵呵呵呵 現在還是 舉個聲音好好一點喔 嗯 所以台傘大佬 我照顧大佬 我照顧大佬 好 你開始幾句 第一句 花藥少 第二句 好好學白話佛法 第三句 好 Goodbye 沙喲我爛哪 好 呵呵 沒有了 沒有了 趕快台傘 拜拜 啊 不如我再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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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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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電話公司啊 你看啊 它斷掉了 換一個了 沒辦法 一換就要等 等幾秒鐘 記住了 福分就是守戒 啊 要想有福分 這個人要守戒 要想有智慧 這個人要守戒律 想擁有智慧的人就要守好自己的戒律 啊 我們講 一個人 為什麼 要守戒 因為守戒就會讓你正念 啊 正念守戒 守住自己的戒律 你會獲得更多的正念 你 守不住戒 就會亂想 亂看 亂做 然後亂說 你就不莊嚴自己 你不尊重自己 誰來尊重你啊 你不把人家當回事 人家會把你當回事嗎 一個人在 別人面前說自己師父不好的人 就相當於說自己爸爸媽媽不好的人 人家會認為你是個好人嗎 所以現在那些弟子在外面 誹謗自己的師父 人家認識師父的人 哪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好人啊 喂 你好 啊 師父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去給師父請安 啊 啊 地子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師父 想嗎 嗯 第一 啊 地子想請師父 能不能幫忙感應一下我們的白化佛法班 幫忙感應今天不感應的啊 我们白活佛法 因为我们 满好满好 满好满好 我们也举办了一年了 满好 进步很大 很多人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好了 感恩师父 因为我们第一次举办 也是没什么人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人了 知道吗就好了 这就叫进步 明白了吗 我们分享当中 应该没有什么 不如理不如法 没有不如理 没有不如法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还有问题 财是不知 没有 我们的佛台 佛台不是有两尊观世音菩萨 一尊是我以前请的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尊是东方台的 然后我看到那个 有有也说要分开来 呃 其什么 公寝这样 应该如何公寝 一样啊 每个都公寝就好了 你空在桌子上都要公寝 听不懂啊 要如何公寝啊 两次公寝还是怎样 一次公寝 书上去看 都知道 跟过去都讲过了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是 大杯水的杯子能不能用绿色的 用什么 绿色的大杯水的杯子可以用吗 绿色的啊 可以 可以 好的 感恩师父 然后如果一尊菩萨可以供两杯 八杯水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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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然后 还有一个是 嗯 白黄佛法里说 无名习气 无名习气就是我们 很多是 呃 不明白 不明白 嗯 不明白才有习气 听得懂吗 然后 烈根性是不是我们的 某样无名习气比较重 就叫烈根性啊 烈根性就是人都有的 你只要投人 就会犯色相 好吃懒做 这是人的烈根性 听不懂啊 那无名习气跟烈根性有什么分别吗 无名习气有的呀 无名习气一般都是想后天 不明白道理 做错很多事情 听不懂啊 烈根性上辈子带来的 好吧 嗯 好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炉 平那个香炉 然后有同修说 我们不可以把那个香灰压得很硬很紧 会很有压力 或者我们会挣钱的时候会比较不顺 有这样的说法吗 没有说法 编出来的 好的 谢谢感恩师傅 嗯 然后还有 嗯 有同修 他的名字叫 陈志文 他现在改名陈广和 师傅能不能改名这个名字好不好 他一九七三年鼠牛的 他一九七三年鼠牛的 名字不是很开悟哦 嗯 不是很开悟 在他好好修 嗯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师傅 嗯 嗯 嗯 然后 如果怀孕 胎儿是那种莲花座 就是脚朝下 头朝上 有说法吗 师傅 他又是头朝上的 嗯 然后他的脚是朝下的 喂 再看 你看头疼了 这 头朝下 嗯 就是问说 如果有人怀孕的时候 他的胎儿是 头朝下的 嗯 如果头朝上 脚朝下 有没有说法呢 师傅 没有什么 特别的说法 一般的 如果是 破腐产的话 就有说法了 好了 因为 脚朝下 我要跟你讲 很清楚 一般的菩萨 大菩萨 如果投胎到人间 在母胎里边 他绝对不肯 从正常的 产门里出来的 一定是 破腐产的 听得懂吗 好的 感恩师傅 那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 佛台 不是 后面不可以有 夫妻房 还是 对 不能放 夫妻房 那个墙 很薄的 菩萨都 看得见的 如果是 隔壁的房子 隔壁的房子 不管怎么说 稍微远一点 就好了 因为隔壁的房子 我们不知道 他 墙后面 是房间 还是什么 那你不知道 就求不到保佑 就好了 不要去管了 你还做个调查 跑到人家 敲敲门 请问你们 这间是房间吗 是睡房吗 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家里 要大扫除 或你要大扫除 需要念经 师傅 用不着 平时念经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 很多人 大扫除过后 会生病 什么 对啊 人家不念经 不磕头 不烧香 你念经 磕头 烧香了 你还会生什么病 好了 好的 反正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我们 念经 然后家里人 他们不信佛的 他们有 供奉 拜祖宗 那些 然后他会 祈求祖宗保佑 好像保佑我们 身体健康 还是什么 会不会引起 祖宗跟我们 要小房子呢 不会的 不会的 要要的早就要了 明白了吗 祖宗了 祖宗早就投胎了 好的 好的 感谢师傅 好了 结束了 再见了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祖宗保重身体 好的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师傅 我问一下 几个问题 稍等 师傅 就是有 13岁小男孩 白血病 他骨髓移植后 骨髓抑制 就是血下不长 伴随肾功能 不全 骨髓移植 胸腔 胸腔就是 积植 腹空积植 然后小编都排不出来 他的妈妈已经许愿全数了 现在在拼命的念小房子 第一波放生 10万元的黑鱼和甲鱼 其中一万一条黑鱼 已经清理清理的放完了 剩下准备再放300只大甲鱼 他妈妈现在很担心 就是孩子吃不了 东西肚子胀的难受 全身肿得像个气球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因为他们家以前养那个鱼塘 养了好几年 然后自己开公司 一直拿客户回扣 是不是主要他们家里的业象 抱在这个小孩身上了 师傅 养鱼塘 抱在孩子身上 拿回扣 问题不大 好的 那就是像他这样的情况 还需要就是放多少鱼 他孩子现在这样子 小房子至少要多少张 才能度过这个危险期啊 像这种啊 有的念了 家里的业障 孩子背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就是一直念至少八百张多要的是吧 对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有一位同修 就是他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现在在我旁边 师傅你给他开始一下 因为这个同修也是弟子 师傅你稍等 喂师傅 喂师傅 蒋啊 弟子下您 下您请啊 弟子跳火 我这位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想跟师傅说 我现在就是婚姻出了一点问题 然后跟先生的关系不是太好 我做了三个梦 请师傅帮我开示一下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梦到师傅您 师傅特别特别慈悲 然后我问师傅 我说我跟我现在的先生 如果我现在放手放下的话 我会不会片感情在 然后师傅呢 没说话 只是笑了一下 然后我又问师傅 我说师傅 我不想再做男女之事了 而且我之前求过观世音菩萨 我说我面移万变的解决 所以我求菩萨帮我解决 所以我才梦了两天 她就跟我提了两次分手 后来 然后 你看 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然后 我跟师傅有这么念 然后 我跟师傅等等 我跟师傅吻有这么多ars 你不想再犯什么 我跟师傅吻有那么多 你们就会是 fasc养的 但我会是经营内门 但我可以这么思考 我跟师傅吻有这么多 我跟师傅吻有这么多 像您在这种肯定 但是我跟师傅吻有这么多 我跟师傅吻有这么多 我跟师傅吻有太多 我跟师傅吻有这么多 然后我看到 清单上写了很多很多人的名字 这是我去年做的一个梦 然后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又做到梦了 我说 我跟他说 我说如果你不想过了 就这样 我也是OK的 然后把这 然后他就在梦里沉没了 到今年 师傅 就没办法了 有时候坏事会变成好事 有时候好事会变成坏事 一个人没有人 经常干扰你 让你好好的修 因为你选择了一条是佛道 明白了吗 明白 师傅 就是很早之前 我梦到 明白吗 这叫随缘 那我会不会欠他感情在呢 你欠了 你已经欠了 你欠了 欠了 已经欠了 你欠了 他也欠你 现在他不跟你在一起 他应该外面也有人了 哦 哦 哦哦哦哦 否则他会主动跟你说拜拜的 你说拜拜的 对 对 你先生过去你不了解他 是的 是的 男人 男人离开女人一段时间 只要不学佛的人 有几个能够 有几个能够老老实实的啦 你告诉我呀 嗯 好了 那我因为我三五年了还没把他度过来 是不是我自己也没有 师傅你骂骂我 骂骂 我 我妈妈咪啊 妈妈咪啊 嘿嘿 师傅 这种东西第一谁缘 第二谁缘 第三 还是谁缘 还是谁缘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想干嘛就干嘛 他现在会回来的 救不了 五年你在干什么的啦 先把自己绣好吧 有什么办法 人家要往水水沟里掉 人家要往空海里钻 你尽自己的力量拉住 等到他要把你一起钻下去之后 你只能把手放掉 你怎么办啦 是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请稍等 呃 是 呃 感恩师傅 因为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有位同学 他的外孙 前两天在家庭矛盾的过程中 被一个没站稳的大人用脚压了一下脑袋 哭都没哭出来 当场就昏迷了 而脑后不转了个大包 现在送医院全身都凉 现在抢救是抢救回来 但是就是有时好有时坏 有时哭闹 哭闹 有时候叫名字 呃 不理 眼睛也像看不见一样 医生说这个孩子脑后部有内出血 现在他和他女儿 女婿全部都许愿吃全素 他许愿了一万桥鱼 今天早上亲密亲围的放掉了 都是黑鱼和大鲫鱼 还许愿给孩子念诵三百张小黄鱼 听过了 大鲫鱼 好像有人问过了 刚刚有人问过了 哦 问过了是吧 哦 好的 好像问过了 你们 你们都 那他这个要不要魂魄离生 是不是要叫魂啊 现在 叫魂啊 叫魂啊 不是叫魂啊 好好念小房子啊 叫魂有什么用啊 叫得回来的 魂魄是被人家拉走 还叫得回来的 又不是自己跑掉的 自己跑掉吗 叫得回来呀 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嗯 就是感觉最近事情好多啊 他们一碰到这种重要事情 就取代愿嘛 现在 就让他们能够好一点 好了 嗯 好好好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好 感谢师傅 你好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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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喂 师傅 你好 你好 七分钟给你 七分钟 谢谢 够了师傅 那个 刚刚我在想给台长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我就和他 一个菩萨想要成佛 嗯 需要怎么样的那个 就是说 嗯 怎么做呢 然后我突然间 师傅 我接到这样一个意念 请师傅 师傅 验证理下 这么说的 说一个 菩萨成佛 是需要经历千般磨难的 没有任何人的成就 是不努力得来的 所以学佛 不光是要发心好 更重要的是去行 为什么 普贤菩萨 是十大愿望 因为他悟到了真理 一个菩萨 最重要的成佛根据 就是要开悟 就是要去行愿 当你有了行愿的能力 你就离天上更近了一些 要不要看到人间觉得很简单 人间其实是一场大熔炉 练就你的思维 练就你为众生行愿的能力 一个菩萨最重要的就是修心 只有心理好了 慈悲了 才能够成菩萨成佛 尽管众位菩萨的慈悲愿力 不及观世音菩萨 但是凡所有菩萨 皆具有慈悲的德能 向好光明 你去看 如果一个人修得好 他的相貌是慈悲向 慈悲并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慈悲的面容 是你经历多少磨难 改正自己的心性 磨练自己的意志 改变自己的行为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久而久之而修炼的容颜 如果一个人心性不改 习气不改 骄傲自满 说虚妄言 道不实之事 挑是非无常 那么尽管他念再多的经文 他的容貌也是奸诈小人之相 不可取也 行菩萨道 广积利益众生之源 今后十日 痛改前非 重新悔改 菩萨亦加持之 切莫造新业 旧业已难消 不可无视因果 造业诽谤 其罪亦大 果难消也 希望而等众生 能够多多尽善 心尽善之善念 珍惜时间 不谈妄言 多学佛法 广传利益众生之法 救度苦难众生 多行孝道 为佛者天地善佑 为孝者天地共鸣 愿众生福慧增长 智慧大开 广结利益众生之大善佛源 救拔一切 有缘众生疾苦 谢谢大家 感恩师傅 也是个体会吧 体会还是不错的 挺好的 谢谢师傅 师傅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这句话 就是为佛者天地善佑 为孝者天地共鸣 为什么行孝之人 天地共鸣呢 师傅 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呀 你看看人家打妈妈 打爸爸的话 憋上人会不会骂了 会引起人家共鸣了 一个孝子的话 会是不是 会让人家都会变成孝顺了 对对对 明白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说的 如果一个人修得好 他的相貌是慈悲相 慈悲并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慈悲的面容 是你经历多少磨难 改正自己的心性 磨练自己的意志 改变自己的行为 重担奉行 诸恶莫作 久而久之 修炼的容颜 如果一个人 心性不改 习性不改 骄自满 说虚妄言 道不实之事 挑是非无常 那么尽管他念再多的经文 他的容貌 也是奸诈 小人之相 请教师傅 是不是 末法时期 修行好坏 心性善恶 越来越明显的 会在长相中 体现出来呢 那当然了 李佛大尚伟文 当然了 好人好相啊 坏人坏相啊 咱没俗眼呢 对不对啊 我问你 你做坏事的时候 是不是 害怕 害怕有好相不了 嗯 偷人的人 跟人家 跑出去的话 你说有好的相貌不了 偷偷摸摸的 然后 李佛大尚伟文中有 相好光灵 以自然 众等至心 归命力 请师傅 再详细 我们开始一下 这个修行 与相之间的关系吧 相随心变 还不知道啊 看看菩萨的呢 对不对啊 三十三相 对对 庄严 对不对啊 嗯 菩萨 对 相貌 你还看不出来啊 嗯 你看看我们人呢 长得嘴眉俗眼的 小头小脑的 嗯 你看看菩萨做庄严啊 你为什么看见 菩萨会跪拜啊 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了 福德思维 请教师傅几个问题 法会期间 在观音堂内 曾经念经 一天的效果 相当于平时 多少天的效果 是一周呢 还是几天呢 要看啊 可能两三天 可能一周 嗯 都有 因为 法会期间 你特别存心 菩萨大加持 嗯 好了 嗯 好的 然后有一个同学 是新同学 他给王母念了一百多章 小房子之后 烧下去 发现念经人和敬送人 这两个地方写的都是 他死去母亲的名字 那种情况下 他怎么补救 没想要补救 稍微烧下去了 应该受得到 去 嗯 就是他两头都写的是 他妈妈的名 他妈妈已经死了 哦 他说念诵也是他妈妈 对 死人给死人念诵 聪明啊 聪明啊 他需不需要念礼佛呀 多少遍 哎 这个事情我来问问 啊 看看 嗯 这种事情 嗯 嗯 一般的呢 这小房子说算了 不能用了 但是呢 哦 扶他慈悲 明白吗 嗯 叫他写一样的 再稍一点下去 要超过 大概要超过21张 好了 啊 那他这个事 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 师傅呀 一样 那你怎么再做了 下面不管了 下面没时间跟 啊 啊 就是属于重新让他再 按那个他王母的 这个100多张小房子 重新点 不是重新点 另外点21张 再重新写 这样正确的 那后面那些就跟住他了 听不懂啊 啊 啊 那这21张不用他再 重新念了呗 要 还要重新再念 听懂了 嗯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师兄 是睡着 或者醒着的时候念经 会听到菩萨念经的声音 但是嗯 他的意念当中感觉不是我们访门的经 是普门品 他想问一下 这样嗯 听到这个声音会不会导致他自己不是一门精进 不会 不管谁念经都是好的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 还有个同学 如果在群中他不小心看到诽谤 无辱性的言语 然后他因为之前没有听到过这些 他就是感觉这些不好的恶性上就进入了脑袋之中 然后他就是偶尔的时候意念会中会冒出来 然后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他是需要念礼佛大摧毁文跟菩萨摧毁呢 嗯 还是应该怎么办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念三遍礼佛就可以了 啊 好的好的 说明他对师父绝对不坚强 对心灵法门不够坚强 没办法 他这种人 他没看到啊 开发会要钱的 嗯 书书啊请大家吃午餐 喝水啊 什么时候收费啊 拜师要不要付费啊 看肚子要不要啊 这种人在干什么 这种人在睁着眼睛在说瞎话呢 真的 好了不要讲了 是 好的好的 然后那个嗯 在家里就是有人 然后家人不信佛的情况下 法会期间如果没有人上乡 那么佛台需要怎么安排 是因为红布盖上还是单单放置不用管 会不会有灵性上去 不会 啊 好的 然后那个嗯 嗯 那个就是有师兄组织 为将要往生的师兄祝念 然后大家随缘参加 有些别的法门的佛友听闻 此次也发心入群祝念 但是咱们法门的同修对此 对别的法门同修表示拒绝 请问别的法门同修适合 为我们法门的佛友祝念吗 从道理上来讲 最好问我们自己的法门 嗯 他念出来的气场 不一定跟我们合 就这么简单了 好的 然后嗯 同修厨房台队员机 最近沾了不少小虫子 请 请他请教师傅 是一只虫子一遍网 还是许个大树 然后他每天还有无数的虫子 就是继续新沾 然后他就想问台长需不需要念礼佛 应该怎么办 往生都够了 好了 好的 最后一个师傅 那个四月份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同修做梦 梦到那个师傅用声音 告诉另一位同修说 说他注意23岁的关节 那许愿的小房子 时间好像没有到 然后这位女同修就做梦了 梦见的场景是 他在老家 一个男的手里拿着三条眼镜蛇 那个男的要去找一个朋友家 让他帮他拿着这三条蛇 然后他刚拿着 结果那三条蛇就朝他咬了过来 咬了他手脖子那里 有伤口 然后过了一会儿 感觉他自己快不行了 要中毒了 马上发死了 手马上发死了 感觉自己快死了 结果那个男的从邻地下出来了 然后说我给你打针吧 然后我马上中毒 要死了 不行了 那个人说 要不在他那里 然后他说 这个在北京的地方不在老家 然后他说 那个 那他就想了 心里想了菩萨 他说那我又念大胃肉吧 求菩萨加持 我能停两个小时 多活一会儿 结果这个意念一到 要就来了 那个男的就给他 把针把毒液喷出来了 紫色的毒液和绿色的毒液 然后这个梦他就完了 然后他说 这个梦过了没有 过了很长时间 这个女孩的那个舌头 就疼得不行了 吃饭也疼 吃饭也疼 然后他现在已经把 270张小房子 全部都烧完了 没过几天 他舌头又好了 他想请教师傅 这个梦 是说的那个 呃 关节过了吗 这个梦 关节还没过 好好念经 念经不够 明白了吗 哦 OK OK 好了 先 谢谢师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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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欢迎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 收听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节目中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